厄乌战争满周年 全世界都在等一个人谈话 也就是习近平他端出的和平方案 果然出来了 中国外交部发表了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 洋洋洒洒12点声明 里面提到了尊重各国主权 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指战 启动和谈解决人道危机 保护平民和战俘 维护核电站的安全 减少战略风险 保障粮食外运 停止单边制裁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推动战后重建 这12点当中我们特别抓出了5点 来好好讨论一番 这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比如说其中特别提到了 维护核电站的安全 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扎波罗热 这个感觉上有一点点就是说 你们不要给我老是在核电站的周边 打来打去 以及还有减少战略风险 反对使用核生化武器 在2月21号的时候 普丁单方面宣布要暂停这一项 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 因为里面有特别提到了 就是要维护这个 除了核电压安全之外 还要减少战略的风险 也就是说核武器你是使用不得的 核战争打不得的 在反对任何国家在任何情况之下 研发使用生化武器 那这个其实非常清楚而明白了 有没有感觉这个是在打脸普丁吧 那意思也就是说 不要在每次拿这个核武 在那边恐吓来恐吓去了 这个生化武器不一定是俄罗斯 乌克兰也有 是好那这个亮哥点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说他今天没有偏谈哪一方 我们等会还会陆续看到 包括保障粮食外运 确保产业链的供应链的稳定 还有停止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其实你会发现有的对乌克兰有利 有的对俄罗斯有利 有的对俄乌两边都有利 所以重点来了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他叫好 他在这个方案公布之前就表示 中国愿意开始讨论乌克兰的和平 是一个好的开始 所以先看到这里 就是教授你目前看到的 这个十二点的和平方案 已经端出来了 我刚刚特别讲到 中国站在第三方的立场 就是我不偏谈俄罗斯 我也不偏谈乌克兰 确实是这个样子 那买不买账呢 俄乌都买账吗 美国呢 那其他的西方国家呢 我觉得 十二点的主张都是非常的合理 而且很有道理 但是都很难执行 这个最主要是因为 他赤到了各方的痛处 对 为什么他赤到各方的痛处 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 单边制裁指的就是美国人 那么确保产品的 那个产业的供应链 那破坏的也是美国人 而且呢 这个产业的供应链 中国大陆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一点 这一点就是要破除美国 布林肯一直指控中国大陆 说提供给俄国 军民两用的这些什么武器 那这个是简直是 这个就是供应链 就是供应链嘛 那供应链本身 美国也有使用 那个军民两用的供应链 例如说台积电 给美国军方用 是不是军民两用的生产供应链 那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 因为台积电生产的军片可以 可以用在民间的手机 也可以用在军用的啊 这个就是生产供应链嘛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 布林肯讲的话就是屁话 不是我讲脏话了 对不起啊 就是胡说八道 那然后例如说 谈到这个反对核生化的问题 那刚刚亮亮已经讲得很明白嘛 因为明明白白的美国就在乌克兰 跟乌克兰政府有搞这个 核生化的实验所 这个而且都被点名了 而且都列出来了 然后俄国也掌握了一些资料 美国到目前为止不肯承认 那换言之也就是说 乌克兰事实上是有偷偷的 在制作生化战技 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话 中国当然要反对俄罗斯使用核武器 也要反对乌克兰使用生化战技 那这个部分里面 也是碰到美国人的软肋嘛 因为那是美国人跟乌克兰一起搞的 而且美国人叫乌克兰搞 那用来对付谁 你生化战技叫乌克兰研究的对付谁呢 当然就是要对付俄罗斯嘛 还有对付谁 要不就对付白俄罗斯 就是这么简单 核定战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是罗生门 俄罗斯指控乌克兰在炸 乌克兰只控俄罗斯在炸 那究竟是谁在炸 换言之为就是说有人在炸 那问题就在于 有谁想炸 炸了以后造成多大的伤害 不只是供应电的问题 因为它是欧洲非常重要的 那个电的一个核电的供应站 可是它会造成大面积的污染 其实前段时间的毁台论 我就高度怀疑 美国应该有这么一个最坏的方案 就是要炸掉台湾的 不得已的时候炸掉台湾的核电站 然后造成大台北地区的大片的污染 如果是如此的话 那不是跟这个乌克兰的事情 一曲同工吗 所以中国大陆在这个时候宣布 乌克兰这个核电站不能炸 难道不也在警告 美国的这种秘密的 美国到目前为止白宫不肯否认的 我再强调到今天为止 白宫不肯否认的 而且骂蔡正元是最没道理嘛 正元兄又不是正元兄发明的 这是美国人讲的 正元兄把他告诉台湾的 两千三百万人说你的安全上 可能有威胁 这是多好的意思啊 多好的一个提醒台湾人要警戒啊 这个是站在台湾人的利益啊 那谁反对 反对蔡正元兄讲的这句话的人 就是卖台的 因为他是在告诉你台湾人你要保持警戒啊 是啊 这是多好的事啊 然后你为什么要栽造抹黑美国 美国如果真的有呢 那不是置台湾人于实地 还有一个 美国自己都没澄清 美国到目前为止白宫没有出来澄清啊 而且我 但是我最不能理解就是 那个他同党的老板 同党的老板的态度 我就不太能理解了 我们应该站在两千三百万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上来看说 你美国到底有没有最坏的毁台计划 你怎么会去阻止蔡正元不要讲 蔡正元当然要讲啊 我佩服他 而且他事实地提供我们这么宝贵的资讯 好 这题外话插开了 对对对 回国来看 我各个头来 没有 因为我讲到这里我真的是生气了 我觉得一个有良知的 一个台湾的学者 也是政治人物 然后他有这样的一个讯息 提供给台湾做参考 这个是好事 绝对不是坏事 把它说成是坏事的 那些人是坏人 不管蓝绿 都是坏人 好 我跟头来 责任斯基他提到的这件事情 其实目的在哪里 他一直希望跟北京有直接的对话 王毅也跟他们的外长有对话 那么彼此之间也交换意见了 对责任斯基来讲 他希望跟习近平有对话 那请问一下 他跟习近平对话的时候 他要怎么对话 他要谈什么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来讲 大陆安排见责任斯基的可能性不高 这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乌克兰的危机 不是乌克兰所能决定的 事实上是美国所决定的 对 而且呢 刚刚教授直接讲了这一片 这一份习近平的和平方案呢 其实就完全是踩到美国的痛点 那美国怎么回应呢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直接说 这个文件只要列第一点就好了 就是尊重所有国家的主权 所以美国显然不买账 直接嗆说 只差没说是通篇废话 就说那你就撤兵 撤兵就可以了 那问题是 大国政治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就是因为不简单 所以才得要政治解决 亮哥怎么看和平方案 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一个框架文件 就未来 那个俄乌如果要做和平谈判 那大概就是 这个框架就如列出所有的重点 这是事实 那可是 俄乌会各有自己的利益 比如说第一点 第一点就是俄罗斯最反对的 所以美国就说只要这一点就好 对不对 俄罗斯当然是对乌克兰主权 有一见嘛 所以你对顿巴斯那些人怎么样 所以 所以就第一点就是俄罗斯最反对的 那我认为乌克兰 在俄罗斯没有撤军之前 他是绝对不可能支持那个 停火止战 因为你停火止战就是对现状 等于是 坦白讲很多国家都这样 弱方 你只要停火止战 那现状就是边界 比如说巴勒斯坦 为什么不能够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 因为我屯肯去被你占 我只要现在停火止战 那就等于是变相承认了嘛 哥兰高地也是这样啊 那 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解除那个单边制裁 这个乌克兰也不可能同意啦 因为这个是他最大的筹码 对不对 所以 我甚至认为乌克兰的那个 摒弃冷战思维他都不能同意 因为现在就是北约整个阵营在挺他嘛 所以 你落实到具体的时候 一定会有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不同意见 可是这个并不妨碍他作为框架文件 因为 谈判本来就是这样嘛 对 谈判有你赞成的有他赞成的 那有一些是交集的利益 那如果大家认为大概就是这些内容 那大家就可以坐下来谈了 那 可是重点就在于 就真正进入谈判就是俄罗斯 跟乌克兰就要明确表示说 什么地方你可以知道 那目前就是还没有看到这个 所以谈判根本就还没开始 所以我觉得 所以还有得拖 中国大陆也很知道啦 他这个就是一个框架文件 那至于什么时候才会启动 我讲白了啦 就是要打累了啦 还不够累 当然是啊 或者说打痛了啦 实在是受不了了啦 所以 第二波的冲突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啦 那 你就看他们那个 巴赫姆特 那个小镇就打成什么样子 打成豪钩站 那个面积只有台北市的六分之一 就打了七八个月 那最近死了一堆人 好几千人都死在那里 那就是乌克兰就是不退啊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要打到 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 欧洲也撑不住了 那共和党也觉得拜登你 你这个过头了 我觉得这里面就 战争都是这样啦 比如说第一次大战 本来打到1916 有调停的空间啊 那结果那个时候 威尔森总统没空啊 他在选举嘛 那结果又打了两年 对不对 那打到十月革命发生嘛 但是后来有个西线无战事 对啦 可是就是 两边都守在那个地方 就是已经受不了了啦 本来他们都以为三个月就结束了 要打成那个样子 两个人都僵持在那里 现在就是有点僵住了 那僵住了 可是双方 坦白讲乌克兰不能自己决定 是美国决定的 是嘛 那谁能治得了美国嘛 怎么办呢 谁能治得了美国啊 美国的民意啊 共和党啊 我跟你讲啊 我对比一个民调给你听啊 去年三月 美国有一个民调 说要不惜经济损失啊 支持乌克兰 那个时候支持这个案子的 有57% 那现在支持这个案子 只有41% 掉了 只剩下41% 那59%的人都认为说 经济比较重要 那第二个是拜登没钱了嘛 你看去基辅才给5亿 结果今天白宫觉得太寒酸了 不好意思再捐20亿 未来共和党众议院可能要求 逐万省 那他还要派人去乌克兰做集合 他认为贪污一大堆 所以我认为 美国能够力挺的那个力道 会越来越弱 那更不要讲欧洲嘛 欧洲今年经济坏得一塌糊涂 所以我觉得战争真的是很残酷的事啊 就是要大家都打累了打痛了 那才会真正谈 好 那在此时此刻呢 这个习近平端出了这份框架文件 也就是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那当然 美国呢是完全是不领情 包括华府智库呢 也认为说 呼吁和平既廉价又简单 你喊一喊可以啊 那中国愿意做些什么来实现它呢 那同时我们看到 在今天联合国大会表决 乌克兰提出要求实现 公正持久和平的决议方案 也就是呢要撤冰 那联合国193个会员国 141个国家赞成 7个国家反对 32国弃权 弃权的里面呢 包括了中国印度还有伊朗 那所以外媒就在喊了 西方媒体就在喊了 说你中国喊什么和平方案 根本是和平喊假的 大家都见识中国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骂印度呢 印度也是弃权啊 委员 因为中国有实力嘛 你骂那个没有实力干什么 就是有实力才会被骂啊 对不对 我是觉得中国在提出这个方案 在这个时机点 一定有经过仔细的盘算跟规划 这个盘算规划要联动到了五月 习近平去访问莫斯科 也不排除习近平会跟泽兰斯基见面 所以整体的来讲 不管你西方怎么讲 或者是美国人怎么讲 刚才两位先进讲的很对 打累了啊 打累总该要休息嘛 那休息就是要停火嘛 所以关键在于第三个叫停火止战 那停火在国际上的惯例 刚才亮哥讲的非常好 就是像那个尾巴战争啊 或者像南北韩啊 或者像那个什么 什么卢安打内战啊之类的 它有个共同特色 止战有两个特色 第一个就是就地停火 第二个双方撤军 为什么双方撤军 哎 两个面对面在壕沟战 你在壕沟上 我在壕沟下 你怎么停战啊 所以一定双方要撤军 要产生一个和平的地带 那和平地带叫维和部队 现在谁能够派维和部队进去啊 美国吗 不可能吗 你会自找死路 对不对 或者是白俄罗斯吗 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全世界找不到军队 只有一个军队是什么 印度吗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现在为什么联合国 现在派在外面 我刚查一下 有一万四千多个维和部队 六成是解放军 为什么 因为解放军跟双方都没有恩怨啊 而且最重要是解放军 军纪非常好 没有发生过任何军纪事件 他也要有分量 对啦 其他国家的军队 也不是没派过维和部队 但是军纪老是不脏 这个原因当然很多 那印度的军纪如何 你一查一查 就很清楚了 不用解释 那维和部队最怕有军纪问题嘛 所以解放军派远这个 维和这个所谓的俄乌战争 就是天生就是要做这个事嘛 两边都是你朋友 你不做谁做 那时机其实也刚刚好 再来呢 你美国当然会很对 身会什么这个消遣啊 西洛啊 他其实是在吃味啦 为什么不是我咧 因为舞台被你抢走了啦 什么舞台连灯光都搬走了 对 拜客风都抢走了 他当然会吃味嘛 所以不用去管美国 其实美国也想要找楼梯下 平安心抢 俄乌战士喔 目前看来这个 美国真的是骑虎难下 想下想下 怎么下 美国他事实上也很复杂啦 但是好像昨天吧 共和党的伟大的总统川普 他自认的伟大的和平总统 川普 发了表了和平演说 就说如果我当总统 绝对不会有俄乌战争 所以看你怎么办 看你民主党怎么办 所以这个和平的气氛已经出来 你说中国没有秀到吗 我才不相信 其实我们再讲个更具体的 比如说第七点 说维护核电站的安全 对 现在核电站里面是有 有这国际圆整成总统的人 那国际圆整成总统的人 那国际圆整成总统的人 没有军力啊 然后里面又有俄军 那里面有俄军之后 你的乌克兰打不打他 总是会开冷枪的嘛 所以真的有这个所谓的 松后面坐下来谈的时候 俄军一定要从核电站撤走 那谁要去进去保护这个核电站 就是你解放军不然你有谁 不然你当什么核事啊 那核事老就是要出钱出力 对不对 比如说我跟阿亮哥打架 然后这个赖月谦说要做核事老 总该请我们两个吃饭嘛 对不对 都是兄弟 对啊 酒钱他要出嘛 对不对 这个是国际上和平谈判 常见的事情 所以表示中国有准备要拿钱 也有准备要出人 然后这个过程一定很漫长的 那只要说双方面只要停火 尤其是现在整个战争 俄罗斯是占优势的 还有我刚查了一下 阿特姆的战争 那个事实上那个乌克兰宣传说 俄军损伤多少 不是事实 不是事实 为什么 因为是被瓦格纳军团包围的 那瓦格纳军团包围乌军的时候 乌军人数多 瓦格纳人少 可是他占有的时候的战略高地 那在这种俄军占优势的底下 所以表示说乌克兰愿意谈的成分 会比较大 因为再打下去的话 他的牺牲会更惨重 所以这个时机 如果说能够在5月9号之前 有点的缓和空间 那可能乌克兰也期待说 俄罗斯不要发动太庞大的攻势 那这个时候就是要靠谁去劝普丁 就是要靠习近平 至少普京可以对内的 俄罗斯很多极右派好不好 他可以对极右派那些国会议员 他讲说 习近平都出来讲两句话 我们就试试看 总是有人 如果今天普京跟他讲说 出来做收割的是拜登后 那些极右派马上跳起来 拿枪跟普京对干了 对不对 那乌克兰一样 资兰斯基很可怜 他是犹太人 那他也不是俄罗斯人 也不是乌克兰人 那他夹在中间 那乌克兰又通通是 极右派的当家 什么纳粹集团 什么之类的 亚述云之类的 他的处境也很艰难 他总该跟说 那个习近平 给了要准备给一些钱 那大家分一分好了 大家少讲两句 看看他怎么演这个 那谈不成也没有关系 多谈几次 也许谈一谈 这边打一打 再谈一谈再打一打 国共内战不是这样搞了吗 对不对 那国共内战有很多因素 那又不太一样 这个会比较像 刚才亮哥讲的 以阿谈判 以阿战争什么 越打越小 以前大部队打 或者小部队打 现在都放冷枪 哎呀能够放冷枪 已经很好了好不好 好那不过呢 我们看到这时候 刚刚其实赖教授有特别提到 也就是布林肯持续叫嚣 那他其实之前还说 他们所掌握的情报 就是中国有给俄罗斯武器 不过这一回他说说 中国几乎肯定 批准了本国公司 向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 提供非致命的军民两用援助 好在此同时一起来看 不是说致命武器吗 改口了改口 然后德国媒体明镜也说 西安这个冰果智慧航空科技 准备制造100架的原型无人机 给俄罗斯 预计每个月可以生产 最多就是100架 德国总理肖子也说 已经向中国官员表明了 北京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 这个是不可接受的 那德国的这个消息 美国没有掌握吗 那还有在这个时候 德国也要捅中国一刀是怎样 我觉得这些人的讲话都很低能 而且我因为我刚看到他们讲的 那我为什么会说他们很低能 因为马上可以批驳 先讲一下这个苏利文 沙利文 沙利文他说 交一点就好 尊重国家主权就可以 完全同意交一点就可以 那你美国先撤出这个叙利亚 你应该撤出去吧 你现在还去干涉一个国家主权 强占人家叙利亚北部 是什么意思 而且呢 你美国 英国 法国 怎么样对于这个利比亚道歉 因为你们去侵犯攻打利比亚 把人家哥大费杀了 还有你美国人到现在目前 还占领人家这个伊拉克 你应该都要撤走 而到现在也不肯撤走 你不是主张一个国家主权完整 为什么 那你也跑到台湾来 那你那一百多个军人 还要增加到两百多人撤走 那不就好了 那你就不会干涉到一个国家主权 问题就是你自己做不到 而中国这样的主张是合情合理 所以我才会说是吃到美国人的暖乐 然后他说一个国家主权就好 对啊 那你先做 第二个 我觉得斯蒂文森的那个中国人 这个更有趣 为什么也说他低能呢 他说呼吁和平次 既廉价又紧张 又简单 廉价又简单 但中国 愿意做什么 实现他呢 中国人当然愿意做很多事啊 为什么 北约一解散 俄军就撤走了 所以中国人主张你北约一解散 俄军就撤走 而中国已经说了 更简单 中国几乎肯定了 现在批证了 本来是说这个致命性武器 而现在变成几乎肯定军民两用 然后结果德国的民进 这个德国总理就说 这个军民两用也不可以 这个无人机也不可以 战争是在俄国打还是在乌克兰打 在乌克兰呢 那我的无人机是卖到俄罗斯去 那有什么不可以 如果中国这样做不可以 那您告诉我一件事 美国欧洲日本 我再强调这三个国家 85%左右的企业都还留在欧洲 都还留在俄罗斯没有撤走 他们撤走的就百分之十几 那请问一下 那一些在俄罗斯做生意的 美国欧洲还有日本 还有你德国很多大的工厂 都还在俄罗斯 是不是供应俄罗斯 军民两用的武器 因为你供应俄罗斯 二十岁可以把它拿来用在 用在这个乌克兰的战场 那你应该先 让你的那些公司 全部都接受制裁嘛 你为什么制裁任何一个国家 卖东西给俄罗斯的 但是就不制裁你们自己的国家呢 你们自己的公司呢 再强调85%左右的企业 都还留在俄罗斯 那不过现在西方焦虑 西方也忧虑 大家一直紧盯的这个人 也就是习近平 什么时候要访俄罗斯 什么时候要见普丁 好这个时间点是至关重要 华尔街日报报导 习近平访莫斯科的行程 还在初步安排阶段 那有个时间点啦 可能会等到三月份 这个中国两会结束之后 在四月或者是五月 俄罗斯庆祝战胜 纳粹德国的时候 访问莫斯科 好那在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其实美国不放弃 这位财政部长叶伦呢 他还是一直希望呢 能够跟中国恢复经济会谈 他提到了美国会在适当时机 恢复与中国经济会谈 那么美国和中国需要合作 应对全球挑战的许许多多的领域 包括了粮食安全债务 以及气候变迁 好先看到这边 叶伦其实一直在放出这个消息啦 就是希望和中国谈 可是问题是 现在美中这样的一个关系 将成这种地步 有可能吗 叶伦会不会太天真了 或者是太一厢情愿了 亮哥 因为还是说他现在重点 只是希望说拜托拜托 不要再抛售美债啦 对啊 因为他没招啦 没招啦 对 因为 他举债上限已经快到了吧 大概 我上个月看是780亿 780亿就到了 那一般人估计大概七八月就到了 那到了就是美债违约 这多严重的事情 那大概就准备下台吧 那美国政府也要关门啊 所以 那共和党又 不太愿意 共和党现在希望拜登 要删掉一些 他一些裁量性的预算 就是非固定预算 是有裁量权性质的 那拜登也不要 现在就卡住了 那他当然就要希望啊 说中国你是不是 不是不要卖啦 是可不可以再买点啊 可是我认为 在那个三霸白皮书出来之后 就是说美国是霸权霸道霸凌 那个 现在这个氛围实在太差了 是不是 所以 所以这个他讲的适当时机 什么时候才是适当时机 没有适当时机 那多久啊 没有适当时机 没有啊 你直接就否定 目前完全没有适当时机 现在你 中国人民银行如果进去买美债 你看那个国内的舆论 会把你轟死啊 是 对不对 你现在这种氛围 事实上最近他正在买黄金啊 那美债12月刚出来资料嘛 他又卖了一点 大概卖了31亿啦 卖不多啦 可是总的趋势是在卖 对 就是这样 而且12月日本也在卖哦 所以啊 所以叶伦当然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啊 这人怎样啊 谁叫你要把 跟中国大陆的氛围搞成这个样子 那 我觉得中国大陆当然会拿这个当筹码啦 来交换你商务部 对我部分的科技制裁要取消嘛 我觉得这个才是正常的玩法啦 这个国与国博弈本来就是 我会针对我比较有利的条件 来做一些要求嘛 对不对 我是觉得 这个 这个是德国那个民进杂志 就是独家啦 就你刚刚讲那个西安冰果无人机 对 100架 我觉得他们可能就是把恰够 把它当做已经谈成了 我认为不太可能是真的啦 因为 你觉得这个消息 不可惜 卖民用的无人机 他那个不是 他理论上可以 可以载重35公斤 可以载货 我知道 可是也可以载弹头 那 7岁也可以载弹头 那日本也不能卖7岁 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意思啦 就是 他是居民两用的啦 他可以载重 那载重35到50公斤嘛 那 我这个就跟那个大江无人机一样 对啊 也是可以居民用这样 除非他本身就是攻击性的无人机啦 或者是具有那个侦察能力的啦 那他这个无人机是存在重的 那只是说你当然可以载军品嘛 那不是废话嘛 因为目前暴露出来的照片 真的俄军有在使用的 只被拍到口粮啦 就军粮啦 军粮啦 其他 我跟你讲啦 那个战争你只要真的使用到 乌克兰战场一定会留下东西啦 那很容易被发现的啦 你档壳啦 什么一比对就知道是哪一国做的嘛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 不可能去冒这种风险嘛 因为那你这样怎么做公道波 我乌克兰怎么会相信 对对对第三方 所以我认为他不会做这种事啦 因为 在乌克兰战场 他太容易被找到证据了嘛 你看美国讲话的不实在啊 你去看那个间谍气球 FBI说要出鉴定报告 请问有出来吗 没有没有 这个事情就没了 然后拜登跟布林肯 后来都改口 都叫侵犯领空 因为只有这个可以讲啊 他怎么不去讲军事威胁 或者说收集情报 那那个照样机摄影机 你总可以有底片 可以拉出来看嘛 请问他拍到什么嘛 有拍到核设施吗 可能都没有嘛 所以他就不讲了 他就讲说你侵犯领空 那侵犯领空当然是事实啊 这还用说吗 所以我是觉得 你要看布林肯拿出什么证据啦 他可能就拿不出来啦 那亮哥我补问一下 因为什么间谍气球 现在还有间谍浮标耶 间谍浮标这件事情 会发酵吗 因为加拿大发现的 然后说是在这个北极海 那要监测这个美国的前线 我们今天台湾也发现 一个三公尺的气球啊 所以听说我们的战绩有起飞啊 对啊 我觉得这种东西炒不开啦 我觉得美国对俄乌战争真的有焦虑啦 因为拜登知道他要长期支撑 在财政上会出现问题啦 那共和党也在虎视眈眈 而且川普的民调 最近在哈佛跟哈里斯普 川普的民调赢过拜登耶 你看你紧不紧张 那你乌克兰会变成另外一个阿富汗啊 又搞成一个烂坑啊 然后你骑虎南下解决不了 他就拖着 然后美国人就开始骂你啊 我觉得川普已经秀到这个氛围了啦 川普是很聪明的人啊 不然他怎么会突然变成和平使者 那川普打这个议题是有说服力的 因为他四年内没有派过兵啊 所以他现在打这个有力的议题 刚好抓住美国老百姓的厌倦的情绪啦 这个我说有两句话啦 久病无孝子啦 久战无盟友啦 经典金句 真的 经典金句 久战无盟友啦 真的啦 前面那句话不可以有啦 后面一句话常见 久病还是偶尔会有孝子啦 可是常常就会出现有些人 久战无盟友肯定 真的是啦 久战无盟友啦 你撑不住嘛 而且又不是你的核心意义 你怎么撑啊 那俄罗斯你又不可能真的打赢 那怎么办呢 他有核武器 所以拜登我觉得这个人就是 鲁莽在做决策啦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最后那个中局他要怎么善后 他现在找不到善后嘛 所以郑元兄刚刚讲的很对啊 搞不好他 事实上私底下在想说中国进来也好 可是我还是要骂骂他这样 就是这样 好 那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 这个什么间谍气球嘛 那现在是间谍浮标 这个是英国的美日电讯报 说加拿大军方在北极海域 发现用来监测 美国浅舰和冰盖融化的 中国间谍浮标 这类浮标可以监测 环境天气等等 什么追踪云群 二战期间 纳粹也曾经多次派出专家 渗透这个极圈 获得大气资讯提供军方 尤其是浅舰部队参考 那我先请教这个蔡委员 对 怎么看这件事情 那还有我觉得加拿大 杜魯道为什么一直在打 习近平打这么凶啊 最近动作很多 因为他要报上一次 被习近平羞辱的仇恨 返回一个面子 当然啦 对不对 不然杜魯道如果这个面子 不要回来 下一次他大选的时候 会被在野党给羞辱 所以他只好做一些有的没有 不过太孩子气了 搞这个 你看杜魯道都搞不出 一个名堂出来 这些对中国无伤 反正会彰显中国的威望 哇 那个什么地方啊 那是北冰洋 北冰洋 中国一个湖标 都能够在那边飘啊 而且能控制 哇 而且搞不好 这又是什么 又是奴隶劳工做的湖标 奴公 奴公 这太可怕了 奴公湖标 对嘛 对啊 奴隶劳工可以做出这种湖标 在北冰洋 你以为北冰洋是太平洋啊 不一样啊 在北冰洋能够移动的东西 移动啊 不得了 太平洋移动的船更复杂 你说今天台湾海峡 放过湖标坦白讲 那技术上没什么了不起啊 在北冰洋欸 有没有搞错 你又没有破冰船 对啊 那不是同一个等级的 他要不怕那什么 被冰块撞坏啊 本事很大 而且奴隶劳工做出来的湖标 如果他用正式劳工那还得了啊 太可怕了 对不对 所以他好像宣传中国的科技进步 是不是 这个湖标当然会有多功能的 但是湖标的厉害不在湖标 在湖标的讯号的通讯系统 这通讯系统谁有 华为啊 中国的卫星啊 他厉害的地方在这里啊 不然你关一个湖标能干嘛 对不对 他即使能够收集很多讯号 那个机器很容易做 气候啦 水流啦 冰块啦 等等啦 甚至还能够有智慧系统 能够自己闪躲那个浮冰啊 都很厉害 可是你那个讯息传递不上去 也是一个问题 在北极是有很严重的 电离层的问题耶 那个专家在我隔壁台大机械系 毕业的郭博士啊 那个不容易耶 所以 我觉得他是在赞美中国的科技进步啦 可是问题是那个公海啊 谁的潜水艇都可以去啊 谁不能去啊 中国的确是有发展水下长城系统 这是中船工业集团的海底观测网的系统 是中国官方首度公布了中国版的 SOS US系统 好 那这个系统认为它能够削弱 美国俄罗斯潜见所垄断的这个水下作战的优势 是美国方面的有网站报导说 中国具有构筑水下观测系统的雄心 包含了近海深圆海啊等等 这触及到中国国家利益的所有海洋 这个委员 这是海底观测网 其实中国不是新的东西 它早就有了 只是说 它现在公布这个所谓中国的SOS 这个系统是比较先进的 当然因为每一代中国累积的科技水平 到一定程度 它一定会把很多东西重新更新嘛 就算我们手机动不动就要更新 或者要升级一样的道理 那这个系统啊 据这个相关的媒体报导 特别是詹氏防卫周刊 这是很专业的杂志 不是那种阿萨布鲁的那种杂志 它提到说 它这里面对于这个美俄的核潜艇 的一个相关的资讯啊 是有很敏锐很精确的一种定位 跟收集的效果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也不能否认 目前中国在核潜艇方面 没有美俄那个优势 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啦 那现在如果有这个东西 在防卫的系统上面 就会占了一个相当大的一个进步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防卫周刊 暂时防卫周刊 这应该是英国的杂志 还有美国的国家利益 都提到这一点 也应该是在肯定中国的努力 国防工业的进步 这应该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我不晓得 他们一方面宣传 宣传中国的威胁 一方面在赞美中国的进步 其实应该中国 应该鼓励这些外媒 尽量的报导 这对中国在全世界走到哪里 会比较 人家会有更高度的尊重 所以他出来当俄乌的这个 核四老 他就说俄罗斯啊 你的核潜艇 经过我家门口 我都知道 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离开 对 比较有分量嘛 对不对 不然你说好吧 你就找那个谁啊 找纽西兰或者澳洲 出来做核四老 他没这个本事嘛 而且是那个澳洲又要跟谁 又要跟那个美国 采购核潜艇 那你现在中国有这套系统 你核潜艇无所怎么样 顿型 那你这核潜艇意义就不大了嘛 所以我是觉得全是正面的消息 海皇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呢 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这个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呢 在这个里面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这个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码 来上网代购